在這個禮拜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有感情 回到十天前的世界想念 那窗外卻一片黑 天天黑 時間到 分數很高沒能過關 分數很高沒能過關的原因在哪裡呢 動力組 差了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耶 就我一分他一分所以只有兩分 可是因為感覺上那個 唱歌的技巧是很好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你家問題要帶來的表演是 台語歌 台語歌好啊 對 什麼歌 會到情歌 好 押女情歌掌聲歡迎 一條條無心的無心的歌 比我娘更親愛哭哭 為何心抱著的人 弄在身上 下一分 不再靠心裡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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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這樣 繼續往後走 往下走的話 你一定要克服你緊張的問題 你還是太緊張了 其實你的技巧技術都有了 好不好 自然一點 大方一點 好 在這邊要恭喜你過關 恭喜 好 不過來 你陪著我一下 因為呢 今天我們這個預定喔 過關的人數是五位 最後呢 卻選出了十位 所以呢 很殘忍的在 因為這個是敗部復活 我們不能容納太多名額 十位當中還是有五位必須淘汰 由於超過預定的選秀名額 為了節目選罰的恭喜性 因此評審們召開緊急會議 決議只能從過關者挑出表現最好 才會有潛力的皇位 而究竟是哪五位參賽者能順利入選呢 超級星光大道的第一階段的敗部復活賽 非常緊張 因為今天站在我身後的十位 最後只有五位能夠脫穎而出 那麼其他的五位呢 在至少我們這第一階段 他們是不可能再來參加比賽了 請哪一位代表出來宣布呢 袁瑋仁老師嗎 好 他一個人宣布第一位 好的 在這邊我們最後的這十位 等著自己的命運被宣判 這位選手也是我跟黃韻霖 目前比賽以來最看好的一位喔 這是三十七號的潘玉文 恭喜 37號的潘玉文 最看好的原因 潘玉文非常非常的激動 所以她現在每一個人都要握一下 好 謝謝 待會兒可以比照辦理 但是大家千萬要注意我們的星光大道 和兩旁的燈泡 謝謝 小玲老師要接下來宣布第二位了 對不對 好 是由動力火車宣布 好 動力火車組 接下來的九位 哪一位呢 這一位有什麼特徵 歌唱得怎麼樣 我們選擇的是 四十三號的孫建磊 孫建磊 恭喜 謝謝 孫建磊 我覺得她的聲音蠻有潛力的 下次可以選擇一些 適合自己的一些歌 因為我覺得她的聲音蠻柔的 然後蠻不錯蠻好聽的 好 恭喜妳 接下來第三位 我們要有請賈靜雯來宣布 我選擇的這一位呢 其實還滿期待聽到她的歌聲 聽她出唱片 所以我選擇的是 二十四號的高正梅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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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聲音 因為賈靜雯 她想要聽妳出唱片 妳要再接再厲了 有請我們的盛峰老師來宣布 倒數第二位 能夠參加我們決賽的有 是 我們現在這一位呢 聲音很有爆發力 而且她有深厚的舞蹈基礎 她就是23號郭崇佑 很開心喔 郭崇佑 非常的激動啊 郭崇佑 她們真的都是新人 請大家見諒 所有的人往前兩步靠攏 在這五組六個人當中 對不起 六組七個人當中呢 只有一組人有機會了 最後要宣布的 就是有請我們的Roger 來替大家宣布 Roger跟白欣慧一起好不好 好像上一集也是我宣布最後一位 這個氣氛的確有一點沉重跟緊張 可是為什麼我會跟新慧一起上來頒這個獎 就是因為當這一位比賽者 她一上台的時候 她一開口 我們兩個就講說 哇 她不錯 究竟誰會是最後一位入選者呢 超級虛擾大道 卡布 大家現在她加分題的時候 她的表現非常非常的好 讓我們大家覺得她很有實力 那就是46號的 謝謝你歡迎 好的 我想在這次的敗部復活賽當中呢 有一半的人呢又重新覺得 好像對自己的這個未來的明星夢 或是歌唱生涯呢 有另外一份的這個憧憬 但是在台上的這幾位 可能也不用放棄 那麼在這當中呢 我看到其實這個男生 還在這個挺著非常非常的堅強 你還好嗎 一號鐵熊 現在心情如何 不知道要怎麼講 有點想哭的衝動嗎 有嗎 不知道 你很喜歡唱歌很想要出唱片 對啊 為了這個超級虛擾大道 做了多久的努力 做了多久的夢 就還沒有開始就是選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在準備 對 那這一次其實這個 當然我想這個 因為敗部復活賽都過了嘛 可能是真的沒有機會 但是下一次還會 我們節目長長久久還會繼續下去 你願不願意再來 願意 還是你就生氣跑到快樂星期天去了 不會不會 不管怎麼樣也謝謝你來參賽好嗎 謝謝你的表現 謝謝 好我想今天在現場呢 還有很多的這個朋友 其實他們在我們這個舞台上 能夠這樣表現 我們都覺得很替他們感到高興開心了 那要去做海產了嗎 不要 我還會繼續努力的 還會繼續努力是不是 很好 那這個國華也要繼續跟他搭檔嗎 沒錯 我們是聯體音 一定要繼續努力 喜歡音樂的人是不會放棄的 對 沒錯 好 永不言敗聯體音二人組 非常感謝 謝謝所有的參賽者 謝謝我們的評審老師 還有我們所有的辛苦工作人員 跟樂隊老師 別忘了下週繼續 歡迎收看我們的超級星光大道 拜拜 在此次的新生報道 加敗部復活賽 我們一共選出了五位超級好的章軍 而這五位 在下次也將面臨再一次的嚴格考驗 到底誰能成為百萬巨星 星光大道 都第一時間準時開唱